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网传郭台铭帝昆山电子厂员工 民企放假半年集团及回应 广东知名4S爆雷 银行深夜拖车抵债 任泽平参股公司房拖生发产品 被认定为虚假宣传 无标签组织要求司法部调查其对手的努力 德桑蒂斯面临着一条黯淡的前路 因为他将资源转移到南卡罗来纳州 特朗普性侵指控者在纽约法庭上面临盘问 西方国家而不是中国需要担心出生率问题 请大家收看 网传郭台铭帝昆山电子厂员工 民企放假半年集团及回应 综合新闻 由台湾著名企业家郭台铭2D 郭台强经营的大陆台资企业 富港昆山有限公司近日发出公告 指公司经营困难 决定安排部分员工放假约半年 期间有关员工仅能获得每月1800元的最低保障生活费 对此 富港电子母公司郑威集团说明 依照集团规划 富港昆山透过部门调整与华南厂区整合 提升营运效益 昆山产能不会因此减少 更没有经营困难的问题 且在去年大环境面临挑战下 富港昆山仍缴出营收微幅成长的表现 营运稳健 郑威表示 基于2023年消费电子产品客户库存区画 即配合客户开发新的高阶游戏产品 电动车铃部件 搭配TACC的高阶耳机 与新一代触控笔等产品开发完成 2024年出货增量 加上森威能源工程营收成长 展望2024年 郑威集团营收将有所成长 互联网流传的富港昆山 有限公司通讯原件事业处发的公告表示 应受欧美市场大环境影响 2023年实际营收较前一年下跌高达52% 预计今年会比2023年再跌34% 事业处决定于2024年1月17日 由单位告知需停工放假之同仁 并于2024年1月19日起安排停工放假 公告表示 按照江苏省的有关法规 公司会在1月发放完整全新 但2月起将按江苏省最低薪资 2280人的80%发放最低生活费 至今年的7月31日至 江苏省昆山市台资企业云集 高峰期有台商超过10万人 富港市郭台强正威集团旗下子公司 主要生产游戏配件 集成电路 线路板 摄像头等电子通讯设备 台媒曾报道 其拥有世界级企业客户如苹果 微软 惠普 华为 小米 OPPO等 郭台强自2002年开始投资昆山 富港电子第一年初始营收为300万人民币 夏同 曾达到46亿以上 昆山自1990年10月第一家台商进驻迄今 台湾前100大制造业有70多家在此投资 累计注册台资企业达4300家以上 街头随处可见台湾小吃店 素有小台湾封号 郭台强是台湾著名商人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二弟 他曾担任鸿海总经理 郑威集团于1986年创立 鸿海是郑威的大股东 郭台强将鸿海内部 Cable缆线部门并入郑威 郑威早期被视为鸿海集团成员 广东知名4S爆雷 银行深夜拖车抵债 综合新闻 日前 广东永澳被爆出旗下多家4S店倒闭的消息 多位网友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的微信聊天信息 现场图片显示 多家位于东莞的广东永澳门店已暂停营业 销售中心空无一人 有工作人员称 广东永澳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80多家汽车品牌门店突发状况 有破产清算风险 县南城店有28台未交车 35台未购买购置税等待上台 其查查数据显示 广东永澳的注册资金为2亿元 公司法人为陈永祖 目前 广东永澳在深圳 东莞 珠海 襄阳 济宁等地 共拥有40多家4S汽车专营店 经营的汽车品牌包括上汽大众 北京现代 东风本田 长安福特等 对于上述消息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多次致电广东永澳 但截止发稿未能接通 随后 记者拨打了其部分4S门店电话 同样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另外 据上游新闻报道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唐夏分局也回应称 辖区永澳集团旗下的汽车门店有10家 其他镇街也有永澳旗下汽车门店 近两天 陆续收到多位消费者无法提车等相关投诉 分局也已经受理消费者投诉 目前 这10家门店都已经没有正常经营 政府 正联合市场监管 警方等多部门处理此事 任泽平参股公司防脱生发产品被认定为虚假宣传 综合新闻 1月11日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更新了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 北京福大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当事人 备案有洗发护发类产品 备案功效宣称为清洁、保湿、控油、去泻和修护、保湿 但其突出宣传、富乐锡及其在化妆品中所具有的防脱预发等其他功效 和其备案产品的实际功效不符 因此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于对其商品的功能做虚假和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 福纳康生物备案的化妆品中 有三款名为人生则发的洗发护发类产品 这三款产品的备案功效与前述处罚决定书提到的修护、保湿、去泻等一致 而这三款名为人生则发的产品曾受到网红经济学家人则评的大力推广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此前报道 这几款产品宣传的主打功能刚好包括防脱等 人则评除大力推广人生则发产品外 去年10月 其还入股福纳康成为后者的参股股东 无标签组织要求司法部调查其对手的努力 华盛顿邮报 无标签组织的领导人 一群正在准备潜在独立总统候选人名单的人 已要求司法部调查一系列倾向民主党的团体和活动家 是否存在潜在的形式指控 无标签组织认为 一场公开和私下的施压运动 旨在阻止对该组织的捐款和对该候选人名单的支持 已超出了受法律保护的政治言论范畴 读者来信 经济学人 一封至经济学人的信为拜登总统的政府辩护 认为其专注于造福普通美国人的政策 信中指出 拜登已经解决了一系列问题 如降低家庭日常开支 增加就业机会 振兴制造业 在疫情期间拯救经济 以及重建基础设施 信中还提到 拜登扩大了退伍军人的福利 制定了减少枪支暴力的法律 保护了婚姻权利 任命了多元化的联邦法官 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 执行了反恐任务 提供了学生债务减免 推进了种族正义 应对气候变化 改善了医疗保健 信件总结时指出 尽管拜登比许多人更年长 但他头脑清晰 还有很多事情要完成 另一封信建议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不应寻求连任 因为对他缺乏信心 而是建议选择像 埃文 贝伊 汤姆 达斯利或苏珊 赖斯这样的人 作为副总统 另一封信则认为 由于唐纳德 特朗普的影响 民主党将在2024年的选举中 胜过共和党 德桑蒂斯面临着一条黯淡的前路 因为他将资源转移到南卡罗来纳州 华盛顿邮报 罗恩 德桑蒂斯将目光转向南卡罗来纳州 将他的总统竞选团队大部分迁往那里 并向盟友保证他计划在共和党的2月底竞选中继续参选 尽管在新罕布什尔州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竞选 特朗普性侵指控者在纽约法庭上面临盘问 美联社 在曼哈顿联邦法院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被指控在上世纪90年代性侵义 兼卡罗尔的案件中 卡罗尔面对特朗普的一名律师 进行了交叉审问 律师试图证明 卡罗尔通过在自己的回忆录中 将自己与特朗普联系起来 获得了他所渴望的名声 卡罗尔回应说 他的地位实际上被降低了 并且他参与这次审判 是为了恢复他的声誉和地位 西方国家而不是中国 需要担心出生率问题 英国每日电讯 中国经常被描绘为 面临人口危机 原因是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 然而 作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实际上 中国比西方国家 拥有更多的人口潜力 虽然中国的出生率 可能低于西方国家 但下降的时间较短 此外 中国通过农村地区 向城市的内部迁移 已经成功抵消了 人口下降的影响 作者得出结论 中国有更多的时间 来解决人口挑战 而西方国家 应该关注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将这些问题 投射到中国 台湾已经投票支持民主 现在 它需要这些关键的美国武器 来保卫自己 英国每日电讯 台湾最近的选举中 民进党成功当选总统蔡英文 被视为该导抵抗 中国侵略的胜利 然而 美国作为台湾的武器供应国 由于共和党反对 对乌克兰提供援助 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靠的盟友 美国最近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而乌克兰正是台湾所依赖的 军火生产国之一 美国需要投资自己的工业基础 以能够同时支持台湾和乌克兰 而共和党需要被说服这一点 拜登的竞选活动 在与共和党的2024年斗争中 推动堕胎权利 美联社 乔·拜登总统的连任团队 计划举办一系列活动和广告宣传活动 围绕堕胎权利辩论展开 该活动旨在将这个问题 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武器 来对抗可能的共和党候选人 唐纳德 特朗普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将在罗伊素维德案纪念日 在威斯康星州领导这一行动 拜登 哈里斯 第一夫人吉尔 拜登和第二绅士道格 埃姆霍夫还将在弗吉尼亚州 举办一场专注于堕胎问题的竞选活动 该活动将强调堕胎限制 对妇女和医疗提供者的影响 几位政治盟友将在争夺州举办自己的活动 艺术家苏辉宇在新加坡艺术州表示 我开始意识到身体是政治的 金融时报 台湾艺术家苏辉宇以突破界限的作品而闻名 探索着违规、性别和政治压抑等主题 苏对违规的兴趣源自上世纪80年代 台湾人民在戒严时期所经历的集体性压抑 他的作品旨在表达当时普遍存在的 背景欲望的记忆 苏的艺术作品在保守的环境中 如新加坡经常面临审查和限制 他的电影《超级禁忌》 在新加坡没有获得评级 无法由亚洲电影档案馆放映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苏继续创作突破界限 挑战社会规范的作品 他最近的项目探索了台湾历史上的压迫与解放主题 以及技术对社会的影响 苏对技术的无序发展及其对亚洲社会的影响 以及台湾的政治局势表示关切 然而 他也将自己的艺术视为拥抱混乱 理解周围世界的一种方式 TikTok所有者字节跳动 希望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扩张 南华早报 TikTok背后的公司字节跳动 正在寻求扩大其在硅谷、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业务 该公司正在谈谈转租加利福尼亚州圣河赛的一栋大型办公楼 并正在积极寻找计算机工程师加入其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团队 字节跳动还将员工从其他地区转移到这些新地点 此次扩张正值字节跳动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和政治挑战之际 TikTok的热活跃用户已超过10亿 Capcode等其他应用程序也出现了显得增长 字节跳动专注于电子商务 并计划今年将其美国购物业务增加10倍 达到175亿美元 能源巨头中石化和英国石油公司将加强与中国的联系 南华早报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石化和英国石油公司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以扩大合作伙伴关系并探索中国新能源领域的机遇 双方将在燃料销售、油气贸易、传用燃料、上游等领域加强合作 双方还将在低碳领域寻找机遇 深化在新能源汽车充电领域的合作 中石化的目标是到2025年建设5000个加油站 而BP目前在中国运营着740多个加油站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些新闻报道 首先是关于台湾企业家郭台铭的昆山电子厂员工放假半年的消息 富岗昆山有限公司宣布安排部分员工放假半年 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不过富岗母公司政威集团表示 公司并没有经营困难 且在去年面临挑战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稳健营运 他们表示这是一个部门调整和整合的决策 并不会对昆山产能造成影响 根据他们的计划到2024年 郑威集团的营收将有所增长 接下来是关于广东永澳汽车集团4S店倒闭的报道 永澳集团旗下的多家4S店被爆出停业的消息 引起了很多关注 不过目前对于这一消息 永澳集团尚未作出回应 当然这是一个需要继续关注的事件 还有一则新闻是关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北京福纳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虚假宣传的处罚决定 该公司宣传的一款洗发护发产品的功效 被指称为虚假宣传 这再次提醒我们 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要保持警惕 不要被虚假宣传所蒙蔽 除了这些新闻以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报道 如无标签组织要求司法部调查对手的行为 拜登政府的政策辩护 德桑蒂斯的竞选活动等等 这些报道都是我们日常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对于这些新闻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和趋势 例如企业家郭台铭旗下的富岗公司 在面临困难时如何应对 以及永澳汽车集团的倒闭事件背后的原因 这些都反映了企业经营中的挑战和风险 同时 北京福纳康生物技术公司的虚假宣传事件 也提醒我们 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应该保持警惕 对宣传信息进行审慎评估 最后 我想鼓励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认为有哪些有趣的现象和趋势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次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